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球現場漫遊天下 我是圖文辰 這個信息首先帶您來看到 從疫情以來有許多的餐廳都採用手機掃QR Code點餐 方便快速 菜單也容易調整 不過有另外一派的民眾更喜歡翻閱菜單 向真人點餐的人情味 兩派各有支持者 這掀起了網路論戰 有些地方連政府都出手干預 巴西里約熱內盧 熱鬧的山坡街區聖特雷沙 街邊的澳土小館 老店融入新科技 桌面有四方形QR Code 顧客掃碼點餐 很快熱騰騰餐點上桌 另一頭家傳三代的高梅子酒吧 瓷磚拼花地板跟筆挺白襯衫的服務生 看得出傳統老派作風 業者堅持不用掃碼科技 不打算更換圖文並茂厚厚的菜單本 面對時代演變 怎麼點餐顧客各有所好 新冠疫情期間各種 無接觸的科技席捲全球 掃碼點餐增加了效率 但也抹去人際互動 少了服務生推薦菜色與聊天攀談 上餐廳吃飯就少了些人情味 許多人受不了這種冷冰冰的感覺 疫情陰霾過後 捍衛傳統用餐體驗的聲浪大增 不過對許多業者而言 電子菜單有它的優勢 讓酒水菜色創新變化更簡便 最近一項調查發現 巴西已經有38%的餐廳 使用了掃碼數位菜單 另有四分之一的業者 打算跟進 李悅州的立法者擔心全面數位化的世界會淹沒對傳統的包容尊重 最近通過法案 要求餐廳酒吧必須為沒有智慧手機 或者不想掃碼的顧客提供實體菜單 還有其他的週也考慮跟進 巴西酒吧和餐館協會希望政府把決定權留給業者 根據市場需求調整 目前許多國家也正歷經這類的政反糾纏 美國佛州邁阿密 南美哥倫比亞都推進立法保障實體菜單 阿根廷 葡萄酒香 門多薩省則逆向而行 要求業者必須提供數位點餐的選項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 繁紫料理名店NOMA所掀起的高級精子餐廳風潮 徹底翻轉了北歐丹麥的飲食與旅遊文化 現在每年造訪哥本哈根的旅客 有多達四成是專門為了吃這門藝術而去 一隻隻看似美麗動人的蝴蝶 還有以英國作家喬州味的小說1984為靈感來源 用魚子醬和血魚乾高湯 烹煮而成的巨大眼球 這些都是哥本哈根米奇二星餐廳 煉金術室定價約新臺幣兩萬兩千元套餐菜肴的一部分 整套餐飲從開胃菜 餐前酒到主餐全部五十道餐點 分階段在不同的空間享用 聲光效果加上現代舞表演就像是一場大秀 一天只接待五十二位客人 通常有一萬人左右的後衛數在預約名單上 分子料理名店 NOMA所掀起的高級金字餐廳風潮 讓傳統水族馬鈴薯肉汁醬豬排一去不復返 取而代之的是點綴著北歐薑果和可食性鮮花的金字菜肴 現在每年造訪哥本哈根的旅客 又多達四成是專門為了吃這門藝術而去 儘管NOMA已經宣布將在明年年底結束營業 轉供食品實驗室和快閃電型態 但多年來NOMA的廚房所培育出的餐飲新秀 已經四處自立門戶 發揚以在地食材與民族特色為主的料理 在斯亞蘭德斯奧德小島把一間廢棄的精神病院 改造成餐廳的主廚韓瑞克森 就曾經在NOMA研修兩年 而這個星期 丹麥又有五家新餐館 被登陸在米其林一新評鑑名單至上 恭喜新聞王滬文編譯 全球第一艘商用自動駕駛渡輪 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起航 透過自動駕駛計算 每一班渡輪都可以保持最佳速度 班次也很密集 平均四分鐘就一班 船長完全不需要靠著操控機器 就能監看渡輪所有的航行狀況 這艘自動駕駛渡輪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開啟首航之旅 隨後在斯德哥爾摩群島之間穿梭 再客往返 瑞典是全球第一個使用自動駕駛渡輪 作為城市與各小島之間 往返的國家 為海上永續發展鋪路 渡輪上裝有特殊儀器電腦設備 如果前方有船隻突然改變方向 或是有獨木舟竄出 渡輪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內 就會偵測到而因此改變航道 所有東西你會在一個普通駕駛的航行狀 或甚至一些獨立航行狀 我們有AIS 普通駕駛的航行狀 和其他類型的航行狀 但除了那些 我們也有些超級機器電腦 和機器電腦設備 以及超級機器電腦設備 自動駕駛 渡輪公司表示 最終目的是不需要船長輔助監看 讓渡輪做出所有的決策 而打造這艘十公尺長的渡輪 需耗資一百六十萬美元 大約四千九百萬臺幣 最多能載客三十位乘客 每張票價約為三美元九十二元臺幣 根據研究指出 自動駕駛 可使交通工具保持最佳速度 避免走走停停 節省燃油 渡輪公司希望運用這些優勢 鼓勵瑞典當地人出門時 能盡量選擇不開車 同時也能擴大航線 將船班增加到國外線 公視新聞 沈璐沛編譯 泰國曼谷一家電影院 看中毛小孩雙雞 主辦寵物友善電影院活動 寵物也要買票進場 每座位大約是八十八元 台幣 同時也規定寵物得穿尿布裝聾 許多四主帶著進行打扮的毛小孩 一起去看電影 帶著賽巴四釘螃蟹頭套的狗狗 與其他寵物及飼主 等著進場看小美人魚 有越來越多人喜歡飼養寵物 因此泰國曼谷的電影院業者 看中毛小孩雙雞 推出寵物友善電影院 吸引許多人前來體驗 為了這場首映會 業者特地調整了設備 把影廳調整成寵物都能夠 接受的燈光和聲音 而且不只人有位置坐 寵物也有專屬座位 不過寵物入場一樣要買票 每個座位九十九元泰銖 大約臺幣八十八元 根據調查泰國維亞洲第二大寵物市場 僅次於中國 二零二一年全泰國有八百三十萬隻寵物狗 和三百七十萬隻寵物貓 疫情流行期間 寵物的數量更是大幅增加 而這個特別的電影廠次 帶著艾莉爾紅色調假髮的毛小孩也來了 儘管電影院對於帶寵物進場有一些規範 但也有民眾不贊同舉辦這樣的活動 在泰國飼養寵物的人很多 但大部分的公園都不允許攜帶寵物進去 而且也有四主認為 整場電影播放時 將寵物一直裝進寵物代理 對他們是一種折磨 因此這樣的行銷手法也有些爭議 公視新聞沈魯沛編譯 這幾年養寵物的人越來越多 但是伊朗卻傳出要立法禁止養寵物 引來民眾和動保團體抗議 極力設法阻止法案通過 而在德黑蘭 一家貓咖啡間博物館 就鼓勵民眾多和館內收養的貓咪互動 減少大眾對寵物的誤解 在室內自由穿梭 玩累了就趴在牆角高處睡一覺 在伊朗德黑蘭的這間咖啡廳 人類只是配角 品種五花八門的貓 奪取了所有光彩 每個牆角都在小牆角 在小牆角落在小牆角 每一個朋友都會有 所以每一個朋友都會有一個朋友 貓咖啡也是貓博物館 這棟兩層樓的建築 如同會洞的展覽間 民眾來喝咖啡 還可以與貓互動 捐贈金費給博物館 讓流浪貓有個家 伊朗人對貓的喜愛早就有歷史根據 十九世紀卡扎爾王朝 第四代君主納塞爾丁沙阿 就以矮貓文明 許多藝術作品像是著名的 波斯細密話都能看見貓的蹤跡 對一般民眾來說 看著小貓深深懶腰 就足以讓心情放鬆下來 愛貓愛動物 讓伊朗成為中東地區最早通過 動物福利法的國家之一 然而二零二一年 伊朗保守派國會成員起草法案 要禁止民眾養貓養狗 理由卻是寵物危害自然環境 目前除了動保團體全力奔走 貓博物館的設立 或許是想讓更多人熟悉小動物 秉出敵意 當民眾開始進行 我們會看到 貓瀉貓外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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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寵物 禁洋寵物的法案 则没有新的进展 但由于首都德黑兰 充斥许多流浪动物 如何导致民众观念减少弃养 还需要多方努力 公司新闻两页编译 近年来不断出现提倡 永续渔业的呼吁 除了限制远洋与近海渔船的捕捞数量 又推广永续渔法的呼声 巴西里约热内卢南部沿海 就一批年长的渔民 借着民间团体的协助 努力说服年轻一代加入 定制网渔业的行列 定制网渔业属于所谓沿海渔业的一种 范围限于十二海里临海范围内 渔民会按照季节与洋流的方向 预测渔群汇聚的海域 事先将渔网放在固定的位置 来拦截游过网子的渔群 隔天再驾驶小型渔船或山板 把渔网收起来 并将网内的渔装好 送往渔港旁边 由渔会组织管理的渔市场 卖给消费者 不过渔业环境恶化也是个大问题 七年前的礼约奥运期间 因为污染导致近海大量渔群暴毙 让人记忆犹新 同时远洋渔船的商业捞捕 不仅以庞大数量席卷各地渔市场 压缩这些在地小型渔业的生存空间 也让鱼群数量逐年减少 为了推广小型定住王这种永续的渔获方式 除了老渔民努力说服家族里年轻一代接棒 渔会和民间团体 也运用二零一二年 美国雪浮龙石油漏油事件 与法院和解的补偿金 举办永续渔业训练营 让在地的年轻人 可以学习老一辈的智慧 在渔获生计和生态保育之间 取得平衡 共识新闻许家人编译 印度的电力不稳 有些地方一跳电 就是好几个小时 对医院造成困扰 有时还得靠手电筒来接生婴儿 现在则透过在屋顶架设太阳能板发电 有两百五十多家医疗机构 获得稳定可靠的供电 除了让病患可以安心看诊 医院也可以减省电费成本 医院内有孕妇正在看诊 这是位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 赖九尔的一间公立医院 每年有六百多名新生儿在此诞生 不过印度的电网一直都不算稳定 不只乡间许多地区根本没有电网 甚至在都会区都经常面临 限电跳电的窘境 当地有妇产科护士表示 曾经在停电的状态下 靠手电筒光线来接生婴儿 从二零一七年以来非盈利组织透过募款 为赖九尔地区两百五十一家医院或诊所安装太阳能板来发电 除了能提供不间断的电力 还帮助医疗机构节省营运成本 特别是淘汰过去提供紧急备用的柴油发电机 印度公立医疗机构的预算主要来自政府 但二零二二年印度公共医疗支出只占整体GDP的百分之二 远低于美国的百分之十八 印度许多公立医院都有财务吃紧的问题 现在透过太阳能发电 不仅减少医院电费支出 也让经济状况不佳的患者能够安心看诊 过去一年来当地医院由于有了稳定的供电 让医护人员与患者能有舒适的医疗环境 疫苗和药物也得以透过冷藏保存 公司新闻政委人编译 美国医队同性伴侣 搜罗了过去一百年同志合影的摄影作品 并且在瑞士日内娃展出 引起热烈的回响 影中人中规中矩面对镜头 却难掩爱意 为保守年代的禁忌纯爱 留下珍贵的记录 梅青木秀充满男孩气的伴侣 拿着一张写着未婚 但未来将会结婚的标语 在身处同性爱仍属于禁忌的二十世纪初 他们勇敢地为彼此的爱情 留下见证的瞬间 瑞士日内瓦德拉特美术馆 展出有爱loving的摄影展 展示一八五零到一九五零年的一百多年间 多对同志合影的摄影作品 无论是中规中矩的面对镜头 或是肩靠肩轻轻地相依偎 这些伴侣眼中透露的浓浓爱意 已经超越性别 崔德威尔和另一半 休尼尼勤定终生将近三十年 在德州古董店看到一对同志伴侣相拥的照片 当下起心动念 开始搜集同性的摄影作品 二十多年来从跳蚤市场 网路拍卖平台到同志家属管道 找到了近三千张的照片 并在二零二零年出版的摄影文集 希望为禁忌年代的纯爱留下见证 在搜集的过程中 意外发现许多家庭对于同性爱的态度 并不如想象中的排斥 爱的游行同志活动陆续在全球各国热闹的登场 高呼爱的平等宣言 似乎也为同性摄影展的引中人 说出当年无法坦白的肺腑真爱 公式新闻张鼠芬编译 美国佛罗里达州在通过一系列 线缩性别平权的法案之后 跨性别者的医疗照护遭到线缩 佛州有数十名跨性别者 转而向群众募款 来帮助他们前往别州生活 穿着女装在湖边悠闲滑手机 是住在佛州的三十岁 跨性别女性切尔夫 她在2021年动了变性手术 并且开始接受跨性别患者的治疗 只是佛州上个月通过的法令 让诊所终止对跨性别者治疗 手边的药物也几乎吃完 谈到动变性手术的前几年 切尔夫说那是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只是佛州的新法案上路 禁止对未成年跨性别者的医疗照护 成年跨性别者也遭到严格限制 根据统计 佛州有九万四千九百名 跨性别成年人 有部分的人会寻求照护治疗 对切尔夫来说 离开从来不曾是选项 因为除了得支付约 两千五百美元的搬家费用 还要找新工作 有数十名跨性别者 转而向群众募款来求错费用 募款平台数据显示 一月至今已获得超过 二十万美元的捐款 而且有三名跨性别儿童 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官在六号裁决 限别认同真实存在 佛州拒绝向未成年人提供治疗 没有任何合理依据 只是佛州州长发言人表示 此裁决只支持 对这三名儿童提供相关治疗 佛州的法案对其他人依然有效 公司新闻这位仍编译 非常感谢您收看 下星期同一时间 全球现场漫游天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